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阴柔啊 欢乐送 送哈乐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欢乐主播向辉 大家好 我是每天都和您见面的欢乐主播李楠 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剪指大师了 话说这位剪指大师呢 他就是李宝凤 1966年出生 是我们吉林省长春人 吉林工艺美术大师 民间剪指艺术家 李宝凤呢 潜心研究创作剪指艺术 已经有30年了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些剪指作品呢 是他采用多层套色剪指方法来创作的 那李宝凤说了 一副完整简单的 单层的剪指作品呢 强调千剪不断 每一部分呢 都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否则呢 那就成了剪贴画了 李老师的这种像套色呀 染色的作品 都是独立的这个剪客作品 然后一层一层的贴上去 层数多时呢 可达到五六十层 这样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效果 李老师的作品呢 可以说是获得了国内外无数大奖 受到了专家以及社会的高度好评 被誉为什么呢 是中华第一剪 怎么样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被震撼到呢 不过今天啊 上会呢 就不劝大家来亲自动手了啊 因为这些作品啊 还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 说得没错啊 在我们今天的欢乐松一开始 我们欣赏过李老师的作品之后呢 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的欢乐时段 帅 帅 帅 上乡界的王力宏 台底这么多观众朋友 前面做的好多都是年轻的朋友 岁数不大 80后有吗 有 90后在哪呢 90后特别多 00后也有吧 但是我说这话题 现在还你还没有涉及到 也不一定 现在年轻人除了关心自己的事业以外 更加关心的是什么 什么呀 生活 感情方面的生活 也就是爱情 好多啊年轻观众 小伙子我估计都没有女朋友 现在这是一普遍现象 我到现在都单身 没有女朋友 我就特别羡慕别人 一个美国的著名演员 谁呀 Blade Peter 羡慕人什么呀 人家一娶娶仨媳妇 安吉 丽娜 朱丽 一下就娶了仨 那是一个人 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是仨人呢 这就是一个名字了 我有一度都觉得有可能啊 交不上女朋友跟名字有关系 这要联系的上吗 当然有联系 是吗 有演员叫王洛丹 你认识吗 我知道啊 知道吧 知道知道 到现在都没结婚吧 单身的 你想看这名字 王洛丹 他老得洛丹 再结婚他就麻烦 您也不能这么分析 这点我们比不了刘老师 我怎么了 结婚早 这倒是 娶了一大胖媳妇 长得这漂亮 跟人似 怎么叫跟人似的 这叫什么话 好看 跟我说过 一辈子的梦想 就是想娶那个姑娘为妻 为什么呀 他说我就喜欢这种 瓜子脸 大眼睛的姑娘 好看 结果终于做到 我 娶了一个大脸 瓜子脸的 嫂子啊 对刘云天的梅子说 倒是知道疼我 刘云天在外面 没吃过早点 为什么 说外面早点 脏 不胃生 得嫂子给做 亲自下厨 早上起来给炸油条 40根油条 饭两大 饭两大 煎鸡蛋 40个鸡蛋 好 40个鸡蛋 各位 都煎成桃心状的 多难 不好来 点火 把锅放上 倒油 磕鸡蛋 拿手拢着 拢着 对他没得说 那他倒是照顾 熬粥 最大号的锅 一满锅 白米粥 这多好啊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是好 就一个缺点 什么呀 脾气太急 那怕什么了 脾气太急 我喜欢 叫两遍不过来 这锅热粥破脸上 我叫他 烫死你 行了行了 脾气太急 太过分了 刚生完孩子啊 孩子还吃奶呢 非要带孩子出去玩去 家长拦着 不行不行 外边细菌太脏 谁说的 妈你看孩子都会走了 抓着孩子一只胳膊 在地上秃鲁 太野蛮了 多幸福的生活呀 我这还幸福呢 我 你这是属于身在福中 不知福 没脚着福来 我跟你比我不差太多了 您那是要求太高 我确实条件有点高 我之前一直想找一漂亮 那谁不想找漂亮 现在你要想找一漂亮的 太难了 那难什么呀 现在哪儿的漂亮姑娘 多的是啊 是漂亮姑娘多 但她都不是原装的 全是组装的 这怎么讲啊 她整容啊 整出来的 接着美女都长一个样 二百四十胞胎 她够顺道 姑娘生来不随父母 随谁呀 随大夫 随她 这什么逻辑 看哪大夫给拉的 看手法 我告诉你 要二十个美女 坐一个屋里 就跟玩连连看一样 走你 这俩一样 哎哟哟哟 这又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还别说普通人呢 明星都撞脸 有吗 我随便说啊 我在这儿不怕得� Vielen 咱聊聊 李小璐跟周炫 啊是有点像 像对对对 哎 王六丹跟白百合 像像 是像 像不像 还有 吴彦祖和我 像不像 像 知音 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都交不上女朋友 我还要脸干嘛呀 你看她还喝出去了 我也不是说一直都没交上 我交上过 我原来有女朋友 我们俩特别聊得来 不是怎么还分 但是玩不到一块去 为什么呀 她喜欢那个我玩不了 人家喜欢什么呀 她爱游泳 我游不了泳 为什么 我怕水 我看水我就哆嗦 哎呀吓死我了 说说急了 这不是病症 我怕水 我游不了泳 再来说 我连泳裤都没有 好这倒是 我怎么能游泳 老约我游泳去 我去吧 去 为了爱情我拼了 买去 买泳裤 街边有卖的 街边 略致的大红泳裤 略致 略致到什么程度 您说说 一个捡五条 哎 好 买 五条 略致大红泳裤 都套上 嘿 跟女朋友游泳去 去吧 到这一看坏了 怎么了 不是游泳 那干嘛 泡温泉 哎呦那更舒服 舒服个屁 游泳水是凉的 泡温泉水是热的 我这五条略致的大红泳裤 一下这热池子 开线咱就不提了啊 他吊骰呀 啊 一池子都是红汤啊 大哥呀 拐卖孩子 这活我真不想干了 现在这孩子也太聪明了 我这一个礼拜 我一个孩子没拐着 不说 我都搭进去五辆电动小汽车了 我也没全搭进去 五个遥控器还在我手里呢 她是演一个老太太 还是她演一个拐卖小孩的老太太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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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 第三 你俩怎么出来了 你俩今天不做之日吗 都怪我俩长得太明显了 你走吧 这马路上撤水马龙的 也没个人扶奶奶过马路 奶奶我扶你 好孩子好孩子 你叫什么呀 回头奶奶给你写封表演信 奶奶做好事不留名 您就叫我红领巾吧 奶奶你要打红领巾去哪儿啊 快点 都愿你打扫之日的时候做得不彻底 那能怪我吗 老师那个字写那么高 那我也够不着啊 咱俩 你看咱俩能怎么够呢 怎么够都够不着 也是 这俩孩子吃啥长大的呀 哎呀这车水马龙的呀 都等爸爸也没人扶奶奶过马路啊 哎呀 那奶奶我们扶你 哎呀好好好 哎呀这是好孩子你们叫什么呀 回头啊奶奶给你们写表扬信 我这不信 我信了 奶奶 你干啥呢 哎呀 奶奶喜欢喜欢你们俩 抱抱你们俩 你们喜不喜欢奶奶呀 喜欢啊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 哎呀呀 放奶奶下来 行了行了 走光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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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孩子太疮了 哎呀不能应来呀 不得自取呀 哎呀 哎呀 又奶奶的腰都被你们给闪到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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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赶紧扶奶奶过马路 送奶奶回家 行 不行 嗯 奶奶 我们要是扶你回家的话 一会儿我们爸爸来了 看不到我们该走急呢 看来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了 你们俩的爸爸呀 再来接你们的路上被车给撞了 让奶奶过来接你们去院看他们 别哭了 不可能 我爸爸在学校里面开会呢 他是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 对 哎呀你刚才六号了 我是在说你爸爸被车给撞了 可我俩是双胞胎 不像吗 像 就是腿像 其实刚才奶奶呀 是在考验你们俩呢 输了这么半天口渴了吧 奶奶给你们俩 那冰激凌请 不行 老师说了 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 你怎么除了学习什么都听老师的呀 哎呀 奶奶是真稀罕你呀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你怎么这么招人学习呀 奶奶疼啊 奶奶是真疼你呀 哎呀 这小胖子说的对 别人给他吃的不能吃 可奶奶刚才的意思呀 是想让你们喝口水 我还真渴了 不行 老师还说了 陌生人给的水也不能喝 你们老师怎么那么碎的呢 不喝拿来吧 也是 这俩孩子被毒晕了 就这个体型我也抱不动了 我就找个搬家公司过来 人家都不愿意借这活 哎呀 那你老师还说什么不能干了 我们老师说那些事你都干完了 那你们老师没说不能玩遥控小汽车吧 没有 哎呀 你们俩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奶奶这儿啊 就算一辆小汽车了 这辆小汽车啊 可能撒花了 配六个遥控器呢 不行 老师说 啥给我来这处啊 刚才你可说好了 你老师没反对玩这个 我是说 我们老师说 好东西得分享 你们老师总算说句人话 给我玩 我先玩 玩玩你再玩 哎呀 多好玩 哎呀 哎呀 慢点慢点 哎哎 你会不会开啊 我可真给你俩车了啊 哎 不对啊 你看这老太太怎么跑那么快 她怎么比车还撒花呢 哎呀 这老奶奶不会是假的吧 她去骗人的 快跑 跑 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说 行行行行 不是 你俩要去哪啊 奶奶 我们在这边做作业边等爸爸 哎呀 那也行 那就这样好不好 奶奶呀 帮你们做作业 做完作业呢 你们就出来跟奶奶一起玩 行 小胖 快去找爸爸让爸爸报警 我在这儿用知识牵制住他 那你 嗯 哦 嘿 奶奶 有这么一道题 嗯 如果一个人贩子 以每秒三米的速度在跑 一个警察 以每秒五米的速度在追 如果一百米之内 警察什么时候能追上人贩子 我就想问一下啊 这是学校出的题呢 还有你自己献编的呢 提酷的 嗯 奶奶回答这道题 多少一点尴尬 换一道题 行 那问 如果人贩子的孩子 被另一个人贩子拐卖了 这算不算报应 这算不算报应 这 哥哥 还没演完呢 接词 翻转 你说咱们还能活着找到咱孩子吗 我的孩子是两岁的时候被拐走的 现在已经九岁了 可是我只有他两岁时候的照片 咱们满世界天真的照片还有用吗 哥 别说了 哥 中国六百六十一个城市 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县 就算我们平均一个星期走完一个地方 提完这些学生寝室一共需要多少年 哥 别说了 哥 四十二年 我们还能活到那个时候吗 哥 你是我们这里最坚强的 你要是挺不住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办 哥 别哭了 咱 咱还是把这个防拐的小品给演完吧 咱们演完还得接着去找呢 陌生人 给零食 无身手 不贪吃 陌生人 来搭茶 不说话 转身走 陌生人 背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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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生人 让你走 万不断战 风筹 让老闻 没中心 成本意识 要成绩 爱不满 天空军 大大一定 找到你 吴老师 谢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 能够在你们的学校 来做这个防拐宣传 我们得走了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一定会继续找下去 走吧 哥 我们还得去下一个地方 走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欢乐送 那这个时候 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就可以通过手机 来和我们互动了 参与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 拿出手机来点击微信 点击发现 点击摇一摇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将手机 靠近电视 或者是调高电视音量 来进行声音识别 摇动手机 您就会进入到 我们其类卫视的 官方微信平台了 那随着天气整凉 秋冬季是不远了 秋冬季是人们抵抗力 最差的时候了 所以呢 小慧在这里呢 要提醒朋友们 一定要多喝水 多穿衣服 在饮食上呢 应该多吃一些 清润啊 温润为主的食物 比如说呢 我们应该多吃一些 芝麻 核桃 糯米 还可以呢 适当多吃一些 这个腥味啊 酸味啊 干润 或者是有 降废气功效的果蔬 特别是这个季节 我们特别适合吃萝卜 比如说像这个 白萝卜啊 胡萝卜啊 对我们身体 都是有极大的好处的意义 那秋冬养生啊 虽然说呢 是以多吃辛酸的果蔬为主 但是呢 一定要切记 千万不要吃得太饱 太撑了 别像李楠这样 特别贪吃啊 否则的话呢 真的容易造成 这个肠胃的机制了 两下午才雨也相随 哎呀 爹啊 来 起来吃点水果 爹啊 爹啊 爹 这个啊 爹啊 你哪说走就走了呢 好啥呀 好啥呀 刚睡着好啥呀 不是爹 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 这回咋没打呢 刚才拿枕都憋住了 多亏我叫你了 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 你那小睡眠曲挺嗨 你天天不用跟我睡眠 我告诉你 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没多长时间 才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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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 我怎么对她 你应该是知道 那我真知道 从早上九点一直跪到下午四点 爹你说你那时候跪的真直溜啊 别说那废话 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 你给我妈上坟都得道歉 你信不 我问你 就这种状态 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 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 没看到孙子 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 上那边给你妈跪的去 给你请我打电话 让她回家 我才不打电话呢 我明白是你 我打 你干啥呀爹呀 人家忙着呢 哎呀 管不了你 大白天她关机了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谁给她当秘书那些呢 她大表哥 她大表哥 你告诉爹 你俩是不是偷门离婚了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那就好办 爹你干啥呀 给她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你变你三思啊爹 三思 喂 三思啊 这什么名字 宋秘书 宋秘书啊 我找鸭蛋 我不是买鸭蛋 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 让他抓你回家 大家出事了 出大事了 忙 多大事啊 他老公爹 他老公爹 嫁贺西游了 等他回来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 我媳妇回来 你咋解释啊 直接给他扣到家里头 别上班了 抓紧时间 我要抱孙子 哎呀 给你煮的鸭蛋好像糊了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喂 喂 这信号不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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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病咋的 人家老人过世 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 听我说啊 把花篮给我拆了 改成花拳送过来 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 啊 太骂了些啊 哎 来了 六队大老 聊了了了了 你好 鼓乐队啊 卯足劲的催啊 他们家出事 就当你自己家出事那么催 放心吧大哥 催一下我听他 来 领备开始 跳跳跳跳 不是 这是什么曲 喜洋洋啊 这是白火 换个曲 师傅就叫一个曲 别曲我们也不会啊 这你师傅真是误人子弟 这咋着 这到家门口了 来不及了 你去不去 你这样 把刚才那个喜洋洋 放慢十倍催 把喜洋洋催成灰的狼 催 催 这那个感觉啊 像啊 快快快快快快 大叔 滚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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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跟着干啥呢这是啊 妹夫啊 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 说没就没了 你要节约水电的 不是 节哀顺便的 不是哥你不知道 你啥别说了 我都知道 你说我叔这个人啊 又当爹又当忙 这俩钱是不敢活 别让我三千点 你要坚强啊 你要挺住 人的一生啊 什么事都可能遇到 我跟你说 啊 啊 啊 说 吹吹吹 加速 加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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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你别吓我 最后乐队吧 别的曲不会 就会在一个曲 你就将就将就 踩着这个曲走吧 啊 啊 我上哪儿去啊 你不 驾喝西游吗 站起来 哎 你没没的你啊 你没我也不再没的 这不是梦吧 哎 这怎么不疼呢 不疼吗 不疼吗 疼吗 疼 不是梦啊 这这 吵着吧 我还弄我鼓乐队来 回去 上去吧 喇叭 我 我 我 哎 哎呀 哎呀 说 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 给我打电话 说你去世了 电话就是我打的 你骂谁呢 你打的 你怎么把你自己 喊成这样呢 我打电话 就是让我儿媳妇 早点回家 你来想个千二十 在干啥呀 哎呀 我的妈 你惹大事了 你知不知道 啥事啊 当时公司两千多人 得到你去世 这个消息以后 全场沸腾了 要给我庆祝一下呢 庆祝啥呀 为你捐款捐物 捐款 钱一桌钱 我都拿来了 花来要改成花圈 正在路上呢 另外我们董事长 和我妹妹 压代总经理 正开会呢 紧急会议呀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会都不开了 马上往这赶的 那对劲 我打电话 就是让我儿媳妇 早点回家 别人来没用 打个电话 你让他回去嘛 不是 你咋还没听明白呢 董事长到张家来 一看 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 一生气 一耽误工作 危险把我妹妹压在 总经理这个职位 给拿下 不是 哥 你想想招事 现在咋办呢 咋办 要不然 不是 我练过啊 我告诉你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叔 我说要不咱们来个 顺利推称 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不是 哥 爹你先做的 哥 躲了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这咋看我去 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对啊 那你拿着干啥呀 我上三亚买个小房 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 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码 从此以后 我隐身了 你隐啥身的爹 赶紧把钱给我哥 让我哥退回去 不 你 喂 赌长 好好好 行行行 完了 董事长马上到 我上三亚了 来不及了 快点坐下 这咋的 这咋的 快点想想办法 我得惹这 疯啊 熟这些年 哪里当 当亲儿子一样 你看熟 今儿这事咋办 我这不想的吗 这不是吧 这咋的咋的 这咋的咋的咋的 这咋的咋的咋的咋 有了 看啥呀 读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别动别动 说 威威 快点 来不及了 快 快点 还能 快快快 别动 太像了哦 像不像 哥你能不能辨死我了 行不行 爹啊那不是游戏 我不同意 别说话 我死还是你死 儿子给爹起点啥水 行了 啥水还摆啥谱 可以人吧 可了 我儿媳妇回来了 回照片里去 媳妇回来了 爹啊 儿媳妇到 儿媳妇向前一步 太近了 往后退两步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属还礼 爹 爹 媳妇 媳妇 老妹啊 妹妹妹妹 公司挺忙的 你回来看看得了 你回去吧 你说啥呢你 家属这么大事我能走吗 媳妇 我哥说得对你回去吧 你上一边去 王龙 你有没有点良心你 啊 你说爹 那等 哥哥 哎哎 哥 那个 你帮我回忆一下啊 我进来的时候 我爹这照片手拿苹果了吗 啊 没拿呀 你看 没拿苹果 你看 啊 你眼睛看花了 你直接说他 哎呀妈 说他 可是我就想 眼睛花了 说我吧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 你一天你没掌心 我就让你看 或者爹你说你 哥 哥 哥 我 哎 吓死我了 哥 你快看 这不拿苹果的吗 你咋说没拿呢 啊 哎呀你说 他 他人都没了 想拿就拿吧 你管他干啥吗 哎呀 说他说他 你还说 说我 说我 我也不说你了 王龙 哎 哥 哎 既然爹已经没了 也成事实了 抓紧吧 入图为二 那那那那那 媳妇啊 我家里有个习俗 过去的人呢 得停七七四十九天 过一遍 媳妇 手机给我 干啥呀 拿来 打电话 喂 哎 兵衣馆呢 赶紧派台车 啊 马上入土为安 站住 解释一下 那个 那个 你老公公这个言吧 生前呢 不爱麻烦别人 他意思就是说 不用 兵衣馆人来接来了 他自己打车自己去 就自己去 这边的 爹啊 你别打车了 来 我开车送你去 来 快走 快走 哎呦 你咋这么狠呢 非得也给我弄死啊 不是啊 爹呀 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我 我哪一出 我着急抱孙子 你俩月不回家 我就整这一出 哎呀 爹你就实话实说 你收人钱 别人不想退呢 他不说呢 滚动了 这钱是我收的吗 那不是 宋晓风秘书 给我收了的吗 我想挖回宋 送给谁呀 你太 哥你怎么回事你呀 是不是你宣传的 是 赶紧把钱给你送回去 快点 现在 哎好 我说我不要 他非得给我 太坏了 别说没这事 有这事我也不要钱 滚去吧 天天 媳妇你消消消消消 爷呀 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哎呦你妈呀 不好了 董事长来了 咋整啊 你回来干啥 董事长来了 直到咱们去搞这恶作剧 你你工作就没了 你呀 你管那么多 干啥 要你送钱送钱去 快快 捉拘装啊 快快 快点 快走得了你 这一切 呀 呀 这董事长 您好 呀大人 您要接爱顺便呢 嗯 董事长 我我先跟您道个歉 没事 这一向都和这挂了 咱都没事呢 你出来得了呗 就 哎呀 我来了 哎呀 在这 你就是董事长是吧 我抱你 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哎呀 爹 爹 哎呀 董事长 是这么回事 这老爷子把岁大了 他就想着急抱孙子 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 就着急了 杀了个谎 哎呀 这没事太好了 大叔啊 这个事怨我了 这么的 我下个决定 给你们订三张机票 去往塞亚 玩几个月 吃穿住行 全我包了 行吗 哎呦 太好了 后老伴的事你管不 这个事我干嘛聊 爹 一看你就是大老板啊 出手阔气 等会儿 哎 行 到了 你咋又回来了呢 这我数的礼物到了 啥礼物 花篮呢 对呀 这这啥呀 这是 碗帘 没写名的 你把你自己名写上 就OK了 我弄死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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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书我们说到 骗子王老大 一行三人 带着全部的家当 来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 名字叫做健旺村 他们来健旺村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夺得健旺村的镇村之宝 紫云珠 今天的故事 正是从这健旺村 开始说起 开始说起 老二 这个事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意见 但是我觉得老三好像有话要说 大哥做的决定 我能反对吗 我能反对吗 这么重要的决定 还是你来拿吧 我听你的 好 那这个事 我就拍板定了 西红柿淡花汤 再拍个黄瓜 再给我炖条鱼 你可疑吗 这大哥英语吗 点得好啊 菜鱼一个来月了 菜硬我给你说 你招大牌 你也行行行啊 行了 别捧了啊 三个大老爷们点个菜点棒小时 我这就一张座还翻不翻牌了 别整那没用的了赶紧算账吧 一共三两 招啥急招啥急啊 一会儿再给 那就一会儿给 你提醒我啊 我这个记性不好 别忘了 咱们的牛在哪呢 外面卖打儿呢 那不行吧 那一会儿丢了怎么办呢 哎呀 说得好 你这样 你赶紧把那个牛啊 赶牛棚里 赶紧快快快快去 二哥放心 好 哎呀 我说老二啊 嗯 你就用咱们这二十头牛 和三十蛋粮食 就想骗到这个村的 镇村之宝紫云珠 这事儿可能吗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大概说多少遍呢 来的时候我都打听好了 这个村叫啥 嗯 健忘村 对 村民特别健忘 我这么跟你说吧 健忘到什么程度 嗯 今年播种的时候 旺放种子了 现在都断粮了 咱们呢 把那个牛 借给他们去耕地 然后咱们有三十蛋粮是吗 拿出来十蛋 给他们解决他们温饱问题 取得信任 就可以见到紫云珠 凭咱俩这大脑的瓜子 肯定拿到手啊 别让人呆着去吧 什么人记性能这么差呀 那个二位啊 不好意思 咱单买一下呗 一共是三两 我跟你说了嘛 一会儿给 不是买完单了 啊 买 买完单了 买完了 帅哥 哎呀 对 好好 我机好像买完了是不是 对 当时你给我五两 我这么的 我再找你二两 这回 这回 对对对对 这一阵脑的一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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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 新了 这事咱能成 谢谢 王好漂亮 这帮人 哎呦 你说巧不巧啊 啊 我找这个放牛的 正好说有事 找你 哦 你好 你好 老乡 你好 你好 啊 你找我们有事 外边那个牛棚里面的牛 是不是你们的 是啊 你们家牛会抽烟不 你有病啊 你家牛会抽烟呐 那就是牛棚着火了 着火了 啊 起火呀 哎呦 多善良的村民 大哥 不好了 牛棚着火了 牛怎么样 七分手了 我找火车 哎呦 哎呦 那不是咋没烟了呢 是不是着火了 我得先看看 哎呦 我今天我一 我一等我拍死他 我今天 你坐 你这么冲动干什么 你坐你坐 就你出去搜主意吧 啊 这计划还没开始呢 牛先熟了 不是 那牛没了 那怕有粮食嘛 咱们有三十蛋 给他们十蛋 是不 也能取得信任 好不好 哎 那着火了 那着火了 二位 那儿着火了 不是你谁呀 啊 我是监王村的村长 听说着火了 牛都烤熟了 我特意过来看看 哎呦 村长啊 感谢呀 真是的 还拿水来救火来了 这不是水 啊 啊 紫然个辣椒 你来烤串来了 对啊 哎 我还待久了呢 看 我一把灯都轮死你了 你老七宝 哎 干什么干什么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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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给听说了哦 紫云珠村长熟的 你这样 好机会 打个招呼去快快快快 你好你好 幸会幸会啊 哈哈哈哈 你好你好你好 哎 二位之前没见过呀 啊 你是啊 B人姓王啊 我们俩呀是生意人 哎呀 欢迎欢迎啊 欢迎来到建王村做客 你好 刘老板 啊 我姓王 哎呀 你看我这脑子啊 记性越来越差了 哎 这二位来我们村里边 又是点火又是烧烤的 是不是要开沟火网会啊 哎呀 我呀 是看到了咱们村子 今年颗粒无收 所以 我决定 捐出我自己的实弹粮食 给村民们 一定要让村民们 吃个饱饭 捐粮来了 哎呦 哎呀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啊 哎呀 不敢的不敢的 搬粮了 搬粮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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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拿啊 谁家都有啊 都有啊 每人一袋 每人一袋 每人一袋啊 行 喝不能都哪 哎呀 哎 总共十的 贪得午夜这小伙子 哎呀呀 有点苦 我跟你说 大人 你可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 哎 然后啊 其实我只是有一件小事 想和您商量一下 你看看啊 咱们村里有 哎对 刚才一直忘了问了 你们两个来我们村干什么来了 不是 刚跟你说过嘛 我们来捐粮食来了 太好了 乡亲们 搬粮了 哎 哎 搬粮了 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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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忘过分了你啊 啊 不是 你干啥呀 你咋还打人呢 一会儿他就忘了 一个大长脸山羊湖的人 踹了我一久 你记啥呢 记仇 我一板凳的歪死 你信不信 大人 大人听我说 大人 拿不下去了 大人 这次捐粮 你可这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 你这是要了我的命啊 你们村的村民 已经把我仅有的三十点粮食全拿上了 咱们现在算不算是朋友 当然算了 好 可否把你们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拿出来 让我们兄弟们看上一看 你说说你啊 又烧烤又捐粮 就是为了看眼紫云珠啊 对对对 哎呀 不行 这个紫云珠是我留给我儿子的 别人不能看 我说你儿子在哪 我儿子 已经走旧好多年了 长什么样子都给忘了 哎 如果还活着的话 应该跟你们两个差不多大 嘿嘿嘿 那个你贵姓 啊 我姓刘 我儿子叫刘川峰 你这样 他现在记不得他儿子长啥样 哦 这样 你装他儿子 能行吗 那个啊 那个村长啊 哎 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人 姓刘 叫刘川峰 是吗 在哪呢 你看 他是 谁 他谁啊 他是你儿子叫爸 爸 啊 叫我反了 爸 你是我儿子 对呀 哎呀儿子 这么多年不见 爸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别样了 这脸长的 儿子 啊 快让爸看看 啊 你小时候胳膊上那个刀疤还在不在了 啊 有有有刀疤呀 对呀 在在 啥玩意呢 这 什么呀 这 干什么 这 这 这 嗯 哎 是这个 哎呀 那 爸 这么多年这伤还没合 儿子 打小肉皮就不合 对 这样 快 给爸看一看 其他的三十七处刀疤合没合 还有三十七 有啊有啊 你把药毁来啥玩意 什么玩意 老了老了 这个使不丢 不是忍忍就过去了哥 忍忍我就过去了 不是不是不是 爸 爸 啊 现在啊外边人多 咱们回家里边慢慢看 好不好 儿子 爸都想死你了儿子 我也想你啊爸 这么多年不见 爸都认不出你了 我爸就记得呀 啊 你五岁那年 被马车撞过 腿舍了一个人 啊 十岁那年 得了中风 一个眼睛对眼 一个嘴歪了 一说话呀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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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叫爸爸就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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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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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我发现你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啊 看来不给你来点硬的是不行了是不是 干什么呀你要 告诉你 我们这趟来就是为了得到紫云珠 交出来了 我保你平安 交不出来 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告诉你 我就是死 也不会把紫云珠给你 还敢威胁我 持我一板子 等一下 还真威胁猪啦 来 快把紫云珠给大哥拿来看看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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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玩意啊 紫园猪啊 这只猪叫紫园 是啊 真是你 金光闪闪的 这回咱俩溃大 好 人宰实测啊 但是啊 贼不走空 是我们的行规 你们整个村 除了这头破猪 把所有的基因财宝 全给我锯起来 给我拿过来 这壮事 真没有了 别动板凳 板凳是无辜的 这样 小二先把紫园猪 请回去 来来来 照射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们村里边 除了紫园猪 的确还有另一样宝围 说 咱们坐下 边喝边聊 这个故事 我要从头说起 她的一切 都源于一坛酒 三年前 我们村里打地窍的时候 无意中 发现了一个大石堆 特别的神秘 你猜 我们将大石堆 劈开以后 里面有什么 一坛酒 错 是一个小石堆 你再猜一猜 我们将小石堆 劈开以后 里面有什么 更小的石堆 更小的石堆 有一坛酒 你把板袋给我 我们排死 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我们打开酒坛 香气弥漫了整个村庄 可谁知 夜里来了一会儿强盗 他们不仅抢了我们的财物 还将酒也喝了 可奇怪的是 等醒来之后 他们就好像换了个人 忘记了自己 是强盗的身份 变得特别的善良 那个酒现在在哪儿 你们喝的就是 这是哪儿 这里是 剑忘村 故事说到这儿 就该告一段落 剑忘村的村民 变得越来越多 而方圆百里的坏人 变得越来越少 至于以后 还会发生怎么样的故事 且听我 下回分解 好了 欢迎回来呢 这里呢 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欢乐颂 在这里呢 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别忘了 收看今天晚间 吉林卫视为您推出的 精品电视栏目 家事 那家事是 吉林卫视正棒推出的 现场故事讲述节目 对 这个故事最大的特色 带我们总是还原历史 然后进行角色扮演 让我们在故事背后 感受那些我们 以往不曾了解的 故事和人物 正所谓一家人 一家事 那有家的地方呢 就有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今天晚上21点10分 不要忘记锁定吉林卫视 锁定家事 再一次站到了这个舞台 心里非常的开心 我们都美啊 我是来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张云雷 对 谢谢 我叫杨九郎 其实上一季播完之后啊 我心里非常的感动 怎么感动了 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啊 都非常关心我 关心您什么呀 一是我的伤势 二是关心我恢复的怎么样 这样吧 您跟大伙儿汇报汇报吧 也是报个平安 对 是2016年的时候 八月 我在南京演出的期间呢 出了一点小意外 什么小意外啊 从这个南京南站 十余米的送客平台 击噜咕噜的就掉了下来 多悬吧 还好 伤得不是特别重 这还不重呢 就是胳膊 有点粉碎性骨折 骨盆胯骨 粉碎性骨折 腿 粉碎性骨折 脚 粉碎性骨折 各位您瞧了吗 这整个一个人渣 不是你会说话啊 不是就说您啊 摔得比较碎啊 还好 现在恢复的还算不错 那就好啊 哎 杨主郎 问你个问题 上喜剧人舞台 为了什么 您问这个呀 拿冠军啊 我 跟你不一样 您有什么目的呀 今天我想借着这个舞台 证明一下我自己 怎么样 我是个男生 从这语气就看人家没有信心啊 你看 清理草子 证明自己 我要唱一首 韩磊的歌曲 韩磊 明知辉煌 过后是黯淡 仍期待着 把一切从头来 好 好 我们既然 曾经拥有 真好 风风不安为何匆匆 山山水水几万种 一曲高阁前行列 行载会唱当其中 是鬼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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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客气就看人家 我阴柔吗 就是阴柔啊 我成功了 对 真的真的各位 我是说啊 像我现在这么优秀的唱功 在德云社找不着了 确实是不太多见 各位论到唱 我张云雷在德云社 就是佐藏 还真有自信 张云雷 你眼里没谁了 张云雷 太狂妄了吧 眼里是不是没谁了 平常说话眼睛小 眼小就看不见人了吗 你怎么冲我来了 冲谁啊 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呀 谁说的 他 这韩磊 韩磊说的呀 他说的 他说什么了 他说德云社里人唱的最好 他说他唱最好 对了 说的对 不是你上来是公正来了 是不是你上来 对得起良心吗 眼里还有师父吗 太看不见 可以呀 不是你告诉我 你凭什么说你在德云社唱的最好 你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 德云社 就那几个烂番薯 臭鸟蛋 别远了不提 岳云鹏 会什么 就会一个五啊 五啊对对 五环之歌 有汉的歌迷 你看这 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 这不就是十以内加减法吗 就你唱那个玩意儿 我不是说德云社喂猪的唱的都比你强 你信吗 我难道 没事 我我我劝他 您这话有点太大了 不是一个德云社喂猪的能比演员唱的好 你可能是没被喂过 废话 废话 来一位猪的 来了 来了 终于来了 张门 你给我这干嘛呀 我就是一位猪的 到你表现机会了知道吗 就那货 干嘛呀 说德云社唱的最好 来一段 行行行 你靠边 你靠边 拉倒吧 你你听好了 来一个 来 高明大嗓 没问题 不是一厨咱不用怕的 不用怕的没事 陽眼骑江山被网 龙旗渠马长似连骷如霜 心似黄河水茫茫 二十年纵横见谁能向唐 马铁南去人被忘 人被荒草青荒尘飞扬 我愿受土福开疆 堂堂中华要让四方 来河 这种唱法叫慈兄义 不是 来一个让你接下来了 证明什么呢 给你留点面子 上来一个不会 光机线掉弹摔死了 你呀 你想多了 南战下楼都没摔死 知道吗 不是 是不是有点太狂妄了 就这么傲娇 不是 话可别说的太满 我都溢出来了 对 行 行 我唱一个行吗 唱你的 行 随便唱 拿手的二人转 二人转不唱吧 东北没去过吧 大夫不上去 怎么呢 那边太冷 怕冻碎了 对 这句话 你唱你家乡的我当然不会了 当然了 我要唱出来 你可未必就会了 吃头发了你 我倒想听一听 北京小曲 你行吗 来个试试啊 北京小曲 带上我的乐队 职工职令的 北京小曲来一回 乐队 赵花台 来 你妖魔鬼怪 吓傻了吗 吓傻了 见过这阵是吗 看了吗 这叫什么呀 高端大刺 上档器 对 你呀 你呀 我等儿里呀 月影儿找花台 秋夕阳 接地下了几 他说万不上而来 拥有牡ect 你你听见 我们走 哎呀 但等 треб 而 deck 就 超 可以 我 你 HOFor 左灯也不来 右灯也不来 汤不和对明月 止不住的好伤怀 没人没 秋夕阳海 高了很大女群才 哎哎哎哎哎啊 完了 都大了 傻了看见没有各位 来啊 来呀 出车了 还带乐队 咱子不用乐队 来你们就可以休息了 清唱都米你好 你去吗 你来都 唱啊 二爷们耕耳里 月灵儿照花台 张员泪在南京 几里咕噜滚下来 生和护士们全都下怀 手拿着针和线 鸡鸡茫茫缝起来 出来 来 你连载条我还来 我退一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视 情动时分 我是萌萌 情动时分给你 台前喝彩 幕后精彩 那在上周二的节目当中 萌萌带着大家 去探班了好久不见 我们看到了 好久不见的工作人员 他们背后工作的故事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得过眼呢 这一期呢 萌萌准备带大家 去看一个好久不见 在录制过程当中 又会发生 哪些有意思的事呢 上期我们说到 好久不见是 吉林卫视的一档 寻人节目 工作人员肩负着的 不仅是每一位 重逢委托人的重要期盼 更是一份责任 信任 情动时分 首次探班好久不见 了解工作人员 台前幕后的精彩瞬间 我记得那个 有一次就是 我们路过一些 大梁山的孩子们 找他们当时 指教的老师 对那一期当时 因为指教的这个情节 可能对于我们 因为我们来说相对都 年龄不是很大 这个情节 大家还是会有共鸣的 然后就当大门 开起那一刻 那些孩子 穿着那个遗族的衣服 然后现场就是放 那个他们 应该是遗族 那个比较传统 那个音乐什么 阿杰路 就是不要怕嘛 大家就那一刻 我们还是所有人 都是很感动的 凤凤 为了做一个 电视节目主持人 你都做出了 哪些努力呢 饿气体肤吧 那你都饿了多少 饿了多少斤吧 饿了四十斤 四十斤啊 电视节目主持人 你得要脸啊 你得瘦啊 你看你的脸 从始至终就那么 就那么小 但他们也有说 跟我不像 因为毕竟头发型不一样 这个 对 那是长头发 但是腿还挺像的 哦 好长啊 为了以现场观众的 独特视角 感受与众不同的 录制氛围 今天我们的主持人 默默走进了 好久不见 在没做任何功课 一切未知的情况下 开始了今天的汉班之礼 我们就想看看 你台下是什么样子 台下也是一样的稳重 心情完全是跟着 他们那个 韦特嘉宾走的 有的时候 那个门打开 里面没有人 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阿姨您好 对不起 没有吵到歌唱 我回哪一点都行啊 晚上要回来 我搞不清啊 相信经常关注 好久不见来 我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每当时光之门 缓缓打开 都是见证愿望委托人 是否达成心愿的激动时刻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 为了这一瞬间 幕后的工作人员 要付出多少努力 12点30分 工作人员及现场观众 纷纷进入现场 主持人嘉宾淡卖诗音 现场导演欲热 活跃观众气氛 摄像导播等技术工作人员 在做最后调试 一切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 直至灯光彻底关闭 主持人陆阳 走到台前 录制正式开始 欢迎收看 由康美药业 康美三七粉 独家冠名播出的 吉林卫视 公益情感节目 好久不见 首先让我们欢迎 我们的重逢见证团 欢迎单通老师 余老师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 一个个梦想与心愿的背后 都感动着现场的观众 与默默 他们的情绪 也在随着故事的起伏 而变化 那这次跟着好久不见的录制 我也是觉得感触特别深 因为我是一个代入感很强的人 不同的选题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走入了不同人的人生 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感受他们生活中的阴晴冷暖 尤其是当他提到关于亲情的时候 我觉得是触碰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了 所以我也很没出息地掉下了眼泪 那在这里呢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关注 好久不见这个景 同时呢 也会非常地去珍惜 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美好和感动 寻找是他们毕生的跋涉 重逢是他们唯一的心愿 无畏行遍所有的路 只为找到你 那这一次的好久不见探班 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 默默呢也是感触颇深 如果大家想看节目的话 一定要锁定吉林卫视 每周三晚上九点二十分 收看我们的好久不见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去探班一下 嘿 我知道了 看看又发生了 怎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舞狮是一种亚洲民间传统表演艺术 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下 扮成狮子的样子 做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 为了弘扬此向中华民俗传统艺术文化 这期的嘿 我知道了节目组 也带孩子们体验了一把 舞狮的精髓之处 我好像在动画片里看过这种 这是俩人私人扛着的事 怎么不叫恐龙嘛 因为就像恐龙也很小猛的 因为他们就叫恐龙狮子 我狮子就是狮子吧 那我和一个大连的那个 小龙舞台见过 小龙舞台就是一个动物园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主持人郑峰 依依 已经和小嘉宾们 完成了舞狮教练的 三项舞狮基础挑战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 小嘉宾们又会迎来 怎样新的舞狮任务体验 和精彩表现呢 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个 雄狮争霸赛 到底选择哪位师傅 胜者说了算 不仅看谁能抢到这个彩头 还要看你的码步扎的标不标准 那比如说你要这样就拿到了 那可不能算赢 不算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游戏吧 一 抢 那就要考验你 扎得扎不扎实了 对 扎得稳不稳 进行完基本功训练后 小朋友们纷纷开始了 他们的表演 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 相信这次的活动 让孩子们感受到的 是前所未有的观感体验 今天我学习到了 武师这门武术艺术 但是呢 我只学到了 这门运动的一点点皮毛 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成果的话 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与练习 而且在表演的时候 要注意团队合作精神 我收获到了学武师的基本功 和团队协作合作的重要性 什么叫武师学 我们像团队合作 什么什么是 后来坚持下去 我们学到了 那个武师的基本功 想知道更多关于武师比赛的细节 竟在明晚四点半的 嘿 我知道了节目里哦 怎么样 看了我们的花絮 您是不是非常想看节目了呢 那就一定要在周二到周六晚上的四点三十分 锁定我们吉林卫视 锁定 嘿 我知道了 在这里插播一条新闻 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长春举办的 2018农业生产者精英大会 已经顺利展开了 那到底现场情况如何呢 我们去看看 9月5日到6日 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长春举办了为期两天的 2018农业生产者精英大会 与来自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的合作社 种田大户等农业合作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学习 本次参会人数近500人 同比去年人数增长15% 会议还邀请了国内外众多农业专家 共同围绕六颗星一条龙 乡村振兴一条龙的主题 将最新的技术理念与大家分享 在场的学员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很好 适合我们这个农业生产者的这个需求 非常好啊 你随时有问题随时解决 随时提问 不明白的都是问了专家 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本次大会顺利举办 使得更多对农业方面感兴趣的人 对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不断助力于推动科学化 加深与广大农业合作者的 合作关系等方面 产生了积极的全面的影响 我们提供这几个五大平台 经种服务平台 金融服务平台 粮食收购平台 智慧农业平台 就是大数据平台 2018年我们服务的土地面积 已经达到了103万亩 所有的跟我们合作的老百姓 到截止到今年秋天 我们预计每亩会提高收益 近年20元 又美味叫醒灵魂 让爱重回厨房 又到了由善客品牌 独家冠名播出的 让爱重回厨房的时间 同时也是默默我大战身手的时间 那今天咱们要学什么菜呢 我们去看看吧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食材 如果你隔一段时间不吃 就会想它 尤其是在你特别饿 或者是在坐火车的时候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莫莫说的就是 泡面了 那很多人都说泡面不健康 那今天呢 莫莫就来用很多很多的蔬菜 教大家做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泡面吧 我们需要准备西生菜 我们需要准备西生菜 鸡蛋 葱 蒜 洋葱 胡萝卜 方便面 火腿 生抽 陈醋 第一步我们将胡萝卜切成丝 之后用手把西生菜掰碎 原葱切片 火腿也同样切片 现在将方便面下锅煮熟 再放在凉水中过一下 在油锅中打入两个鸡蛋 炒熟之后捞出来备用 我们把胡萝卜丝 西生菜 火腿 原葱 鸡蛋 下锅 之后加入煮熟的方便面 再加入调料 生抽 醋 盐 翻炒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加上一点辣椒酱 哇 蔬菜的清香 再配上你终于的方便面 是不是非常的诱人呢 用美味叫醒灵魂 让爱重回厨房 今天的美味您学会了吗 现在呢 刚好是吃晚饭的时间 如果您学会了刚才莫莫教您的菜 就赶快做给家人尝一尝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吉林卫视 关注情动时分 情动时分给你谈些喝彩 莫莫厚精彩 我是莫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